作曲 李宗盛 不要回來 他每時候都說 你有沒有 結束後來 你要歸回養家 要歸回養家 阿們 但是好像到最後第二次 我剛覺得你還虛 難怪就是 他本來可以跟長天說 但他那時候在30歲出國的時候就是 比如說你要不要受口依送進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媽大概就是想 我忘记我妈的时候是自己怎么讲的 反正她就说好 她就说